明明不是尾牙記 也能聽歌手現場開唱 華碩五年一度 並都會登場 每年都會舉辦家庭日 讓員工吸家代券 玩個過癮 像每年固定的調心 那針對家庭日的用心舉辦 還是有一些運動設施 應該是還不錯 還有社團 華碩辦公室 有免費健身房 還能安排私人教練 參加社團 還有補助 有員工上三個月瑜伽課 花不到八百元 午餐也有八十元補助 勞動節還能拿到一千元文康券 畢竟人工智慧席卷而來 勢必得構寵員工 才能成功搶財 進而留財 華碩廣義AI研發團隊 已經約一千人 運調整人才培訓 戰略投資 三大面向多管齊下 迎戰AI時代 希望大家能夠發揮重智 抓住這一次 AI革命的新契機 另一家AI領頭羊廣達 同一天也在慶祝 三十六歲生日 愛護員工不手軟 每人都發八百元原優券 還加碼現金 驚喜摩采 也設立菲律賓籍同仁報道處 特別照顧離鄉背景的外籍員工 能隨著AI浪潮乘風破浪的 自然少不了護國神山 台積電 去年碩士畢業新鮮人 起薪快六十四K 大學畢業快四十三K 高中或以下也有快三十八K 跟二零二零年比 增幅都在兩到三成 但去年平均薪資 台積電在台灣半導體業 只排第七 輸給力旺電子 試卷 銳譽 創意電子和聯用科技 幫手是聯發科 平均三百八十四點五萬 只是榜上有名的 跟前一年比薪資全數倒退 今年全球景氣依舊不順 就看各大廠如何逆風打拼 再創佳績 華視新聞 黃歐天克謊明 在新北和桃園的採訪報導 黃歐天克賞 感谢观看